你自己 这样是不是借来得很简单 有时候就是一个概念过不去而已 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家庭或团体里面 它有一些不均等的现象 那不均等的现象 以世间法我们就会说 严重啊 因果啊 你欠他 他欠你的 那这些都是辅佐你去心平气和 不是叫你来抗争 辅佐你心平气和 如果果真有这因缘业报 对方不理解 对方使了坏心眼 对方使用了他的权势 对方造作了什么东西 你要用平静的智慧 平静的智慧 让这些顺当的做一些复原的动作 所以也不用纵容他 可是你不用讨厌他 你也不用受他挟持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制成立以来 护持佛法不遗余力 为法轮常转正法九助 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 红法经费 若蒙捐助善款 请会邮政化播账户 账号 2271-8807 2271-8807 护名 财团法人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敬邀您护持红法 共转法轮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